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各位法师慈悲 各位人友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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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放长 下午 这一节 要跟大家分享 念佛的利益 念佛 有很大 很多 无量无边的利益 甚至是不可思议的利益 我们将以三个角度来作为解释 就是佛这个字的意义 念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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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念佛这个字的意义 再来就是利益 念佛 有哪一些利益 就三个方面 就三个方面来解说 第一 念佛的利益 这个佛 佛之意 这个佛 知道 是哪一尊佛呢 哪一尊佛 一般年有信徒 常在拜三千佛 在诵念万佛 我们这里念佛的佛 既不是三千佛 或者是万佛 其他的佛 为止 那么阿弥陀佛 为什么不念其他的佛 只念阿弥陀佛 为什么只念那么阿弥陀佛 不见念其他的佛 因为阿弥陀佛一佛 他包含着十方三四 诸佛的功德在一边 十方三四 诸佛的功德 那么阿弥陀佛一佛本身 完全具足 无所缺陷 同时 那么阿弥陀佛 他存在的目的 他存在的目的就是要救我们 他有这个愿心要救我们 同时有这个佛力能够救度我们 而十方诸佛 我虽然也是佛 可是未必能够救度我们 因此 释迦牟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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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要信順阿弥陀佛的救度 都要往生极乐世界 这样才能够圆满达成 释迦牟陀佛 百丘佛 释迦牟陀佛 乃制 十方诸佛出现在世间的目的 也就是说 十方诸佛都怀着一种目的 而视线在人间 怀着什么目的呢 就是救度众生这个目的 众生包含很广 所谓十法界的众生 除了佛法界以外 有所谓三圣六法 三圣就是菩萨 僧文 圆觉 这三圣是超凡入圣 断除烦恼 不再轮回 六凡就是地狱恶鬼畜生 天界 阿修罗界 以及人界 这六种凡夫 是还有贪嗔痴的怀恼 还没离开六道的轮回 因此叫做法夫 这九法界的众生 如果通通信顺弥陀的救度 接受弥陀的接吟 那么对三圣来讲 身文圆觉菩萨就能够快速地圆满佛果 就六道的凡夫来讲 也能够脱离六道轮回 而且跟三圣 身文圆觉菩萨 平等的能够快速成就佛果 当然就三圣 身文圆觉菩萨来讲 他们已经离开六道轮回 未必需要弥陀的救度 可是他们如果能够接受弥陀的接吟 往生极乐世界就能够快速成佛 因为阿弥陀佛的救度 是善包等觉的文殊菩萨 下寒无力办法的罪人 因为佛心是平等的 没有彼此高下人我的差别的 就好像一颗药 它是平等的 任何人只要吃下去 就在他身上产生药效 那么阿弥陀佛这一颗阿浅涂药 是任何人吃下去 就能够快速成佛的 所以不止我们六环 六种轮回的环夫 需要弥陀的救度 即使是等觉的菩萨 亦然需要弥陀的接吟 才能够快速的圆满佛果 这也就是为什么 这也就是为什么 文殊菩萨 普贤菩萨 也共同发愿 要求生弥陀净土 因为他希望能够快速成佛 依自己的力量 要快速成佛 在时间上就比较久 靠阿弥陀佛的力量功德 在时间上就比较快 因为阿弥陀佛 无量无边不可思议的功德 它是超越性的 超越时间 超越阶级 所以在所有法门当中 唯有净土法门 唯有念佛 它是横超的 就像我们要上101 最高的这个楼场 如果以自己的双脚 一个阶层 一个阶层 走上去的话 时间比较久 而且体力不好的人 也上不了 可是如果坐他的电梯 快速的电梯 几秒钟 乃至一刹那之间 就到了点端 可说 它是属于横超的 靠电梯的力量 所谓踏力 不是靠自己的力量 自己的力量 总是有限 靠佛的力量 佛的力量本身 释迦摩尼佛就称赞 阿弥陀佛的功德力量 是无量无边 不可思议的 所以文殊菩萨 他发愿 要往生极乐世界 他的发愿计 怎么讲呢 他说 愿我命中时 尽处诸障碍 愿见阿弥陀 往生安乐畅 这是我们书菩萨的发愿计 普贤菩萨的发愿计是说 愿我灵欲 命中时 尽处一切诸障碍 愿见彼佛 阿弥陀 吉德往生 安乐畅 文殊菩萨 跟普贤菩萨 这两位 释迦牟尼佛 左右邪式的冷水大菩萨 他们共同发愿 要往生弥陀净土 他们的发愿计 内容 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净除诸障碍也好 净除一切诸障碍也好 显示 要往生弥陀净土 不是靠自己的力量 靠自己的力量 那就会有障碍 是靠弥陀的力量 靠弥陀的力量 阿弥陀佛 本来就是无碍的 无障碍的 这样呢 就能够快速的 顺利的 进入弥陀净土 快速的圆满佛国 我们会认为 这两位大菩萨 文殊菩萨 他们是等觉菩萨 他们跟成佛 几乎是 临在一起的 为什么 要进入弥陀净土 靠自己的力量不够 还需要靠弥陀的力量来 这原因是 弥陀的净土 极乐世界 非等同 一般其他 其他 诸佛的净土 他的抱土 是超越其他 能够靠佛的净土 如果没有阿弥陀佛的佛力 任何众生是不能进入的 能够靠阿弥陀佛的佛力 任何众生都能够进入 都能够容易的进入 他是所以超越在于 一旦到了 弥陀净土 就跟阿弥陀佛一样的 无量光 无量寿 而阿弥陀佛这一尊佛 又是怎么样的佛呢 在无量寿经 释迦玛尼佛就称赞说 他的威神光明是最尊第一 使万诸佛所不能及 阿弥陀佛是诸佛之王 是光明之中的其尊 因此要进入这样的境界 就不是其他的大菩萨 或三险的小圣菩萨 何况我们的凡夫 所以不论大小圣人 要进入弥陀净土 都要靠阿弥陀佛 而只要靠阿弥陀佛 没有不能进入弥陀净土的 这样的净土 是涅槃的境界 所以赞导大师就以 祭祀来赞叹 来说明极乐世界而说 极乐无为涅槃界 极乐世界它是属于依报 涅槃是就正报来讲的 可是依报的极乐世界 等同正报的涅槃境界 这说明了极乐世界的依报跟正报 是一体的 也就是说极乐世界的依报 跟阿弥陀佛的本身 是一体的 是一样的境界的 因此进入这样的境界 就必定跟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就成为一体 成为同等的 同样的一个内容 所以如果能够进入极乐世界的话 岂不是也跟阿弥陀佛一样的 观明最尊第一 十方诸佛所不能及 因为背后有这么微妙的道理 因此文殊普贤这两位大菩萨 也要求生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 它是什么样的内涵意义 他的伟大功德 是达到什么地步 释迦牟尼佛 他这样的说明 在《无量寿经》就说 十方横杀 诸佛如来 皆共赞叹 无量寿佛 微神功德 不可思议 十方世界 如同恒河杀树 那么无量无边的诸佛如来 皆共赞叹 都同时的 一口同声的 一口同声的 主动的 一口同声的 欢喜的 以最高赞叹的来说 哎呀 无量寿佛 也就是阿弥陀佛 他的微神功德 不可思议 威严的 神庙的 功德 就是 代表 阿弥陀佛 无量无边 不可思议的 功德 这种 微神功德 除了佛 与佛 能够理解之外 其他的 大小圣人 都不能够理解 不能够宣说 要赞叹 也赞叹不来 因为境界太高了 不能了解的话 怎么说明 怎么赞叹呢 这一段经文 对谜吐的赞叹 可以说 无为不至 甚至是最高的 殊胜的赞叹 各位人友 大家请合掌来 跟随我练一遍 十方横沙 十方横沙 诸佛如来 诸佛如来 皆共赞叹 无量受佛 无量受佛 微神功德 微神功德 不可思议 不可思议 请放下 在无量受经 世佛如来 阿弥陀佛弹 又斩叹 阿弥陀佛的 徽佛如来 於世佛佛如来 阿弥陀佛的 世佛的回答 我们被人家称赞 也要看对方 如果被一般人称赞 那不算什么 被有人格有智慧的人称赞 那才算是有实质的意义价值 如果进一步被圣人的称赞 那么这个人更加了不起 现在阿弥陀佛 祂是受着十方世界无量无边 不可思议诸佛如来的极为赞叹 赞叹说阿弥陀佛 威神无极 威德神力佛力 没有极限 没有范围 广大无边 真的是不可思议的深广 这段经文也很好 大家请合掌 我们又一起来恭送一遍 无量受佛 无量受佛 威神无极 威神无极 十方世界 十方世界 无量无边 无量无边 不可思议 不可思议 诸佛如来 诸佛如来 莫不称赞 莫不称赞 请放掌 在无量受佛之中 释迦牟尼佛 他又说 他说 我说无量受佛 光明威神 唯唯苏妙 昼夜一节 上未如尽 释迦牟尼佛亲自说 哎呀 无量受佛 也就是阿弥陀佛的 祂的 威光明 威神 唯唯苏妙 光明就是 无量无边 无所障碍的 光明 威神 就是阿弥陀佛 伟大的功德 唯唯苏妙 就是 很崇高 很广大 很殊胜 很唯妙 唯妙就是 不可思议的意思了 昼夜一节 上未如尽 即使称赞 从早 称赞到晚 从晚称赞到早 日以继夜的称赞 这样连继 这样连续一节 也还称赞 称赞 不了 称赞 不尽 佛 所谓天上天下 无如佛 佛 称赞 测证了宇宙人生的真理 这样的真理者 要赞叹阿弥陀佛 日以继夜 相继一节 还赞叹不晚 可见 阿弥陀佛 他的境界 我们怎么能够思维得来 却是得来 因此 对于阿弥陀佛 我们只有信寿的分 我们不能灵意 我们不能思考 我们不能打一个问号 因为要去灵意思考 那是不可能的 我们近一百岁 一千岁 一万岁 近一节两节 大小恒河沙节 都理解不来 因此 我们 不可能打问号 打问号就永远 都是一个问号 所以我们说 信寿 如阿弥陀救度 我们只有养性 我们只有无条件的接受的分而已 这一段经文 也非常的好 请大家合掌 请大家合掌 再来恭送一遍 我说 无量受佛 佛说无量受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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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微神 光明微神 微微淑妙 微微淑妙 昼夜一节 善未能细 善未能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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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方教掌 刚刚 一般恭颂的三段经文是在佛说无量寿经 我们一般送有关阿弥陀佛的经典 我本来是送阿弥陀经 因为阿弥陀经文字比较少 1858个字 那意义很广阔 涵盖所有净土的经论道理在一边 阿弥陀经自古以来有三种翻译本 其中有一个翻译本已经遗失了 剩下两种翻译本 一般所送令的是 纠摩罗什所翻译的佛说阿弥陀佛教 另外一种就是唐朝时代 唐太宗的时代 正观年间玄壮大师所翻译的阿弥陀经 不过他的经名不叫阿弥陀经 他叫做佛色寿 佛色寿经 这一部经对于阿弥陀佛这个名号里面是怎么翻译 翻译说 无量无边不可思议功德名号 也就是说 我们所看的这六个字 南无阿弥陀佛 我们所念的这个声音 南无阿弥陀佛的声音 它本身不只是声音 不只是六个白纸黑字 它有无量无边无穷无尽 非常多非常广大 深广圆满的功德在里面 究竟来讲 是除了佛以外的任何众生 包括圣人 大圣小圣 都难以 私以 不是 是不可私以 所以 它不只是一个声音 六个文字而已 它这个声音 它六个文字 是有无量无边不可思议的功德 在里面的 究竟来讲 这一句名号 就是宇宙的真理 就是法界的本体 就是十方诸佛功德的结经 所以释迦摩尼佛说 它不是一个名号 它是个无量无边 不可思议不可思议的功德的平好 这一段经文 文字是多么的浅显 内涵又是多么的深广 究竟不可思议 也请大家合照 我们一起来功诵 无量无边 无量无边 不可思议 不可思议 功德名号 功德名号 请合照 一个声音 一个音符 它只不过是空间当中 声波的震动 进入我们的耳膜 让我们能够听到 而不了解道理的人 他即使听到了 也只是觉得 不过就是一个声音嘛 甚至有的人 连这个声音也不想听 哪里晓得 这个声音 不是一般机器的声音 动物的声音 其他人的声音 是宇宙真理的声音 这个声音 能够 让我们离开六道的生死轮回 这个声音 能够让我们轻易地往生极乐世界 这个声音 能够让我们快速地成就佛果 能够让我们 广度死亡众生 可见这个声音 不是一般的声音 是真理的语言 真理的声音 无量寿经说 正嘴大音 想测十方 能够想测十方的正嘴大音 就是这一句 南无阿弥陀佛 现在 这个声音 来到了我们的耳朵 来到了我们的耳朵 进入了我们的心中 成为我们阿赖也是里面的金刚种子 金刚种子 成为我们灵魂之中的救命者 有了这个金刚种子 在生死轮回当中 就一定会解脱 因为它 永恒地存在 等待着机缘 接引着我们 离开轮回 往生其乐 是我们灵魂的救助 灵魂的依靠 灵魂的安乐 究竟圆满的归宿 所以 它不只是一个声音 不只是六个文字 这个声音 也是阿弥陀佛 悲心 恳切 呼唤我们的声音 阿弥陀佛 成佛 十节以来 就在呼唤我们 从十节之前 为我们发愿修行的时候 就开始呼唤 一直呼唤到现在 中法邻果 105年3月20号 一直到现在 2点46分 想策十发 呼唤到了 这个时候 也从十万利佛徒 的极乐世界 一直呼唤 呼唤 到我们这 沙泊世界 到了这个 台大的体育馆 从时间上 一直呼唤着我们 从空间上 遍满地 呼唤着所有众生 同时 还让十方世界的 十万诸佛 各个从他的本国 一直呼唤到了这里 这个目的就是要敲行我们 对世间的迷惘执着 警惕我们了解 世间轮回的永无穷尽 痛苦的苦喊无边 一定要赶快地 醒过来 接受迷惑的呼唤 接受迷惑的救度 所以我们在念 那么阿弥陀佛 更要进一步想到 在十点之前 阿弥陀佛就已经在呼唤 在怀恋着我们 这怀恋之声 呼唤之声 也同样是一句 南无阿弥陀佛 所以 善达大师解释 南无阿弥陀佛这六个字 首先解释南无 怎么解释呢 他说 南无者几是规令 亦是发愿回向之意 所以南无就是规令的意思 就是发愿回向的意思 南无这两个字里面呢 也涵盖着阿弥陀佛 也涵盖着恋佛的人 就阿弥陀佛这一边来讲 南无归令 就是阿弥陀佛 呼唤我们归毁极乐家乡的命令 因为佛出口都是真理 不能更改 好像国王的圣子 不能更改 因此说是变量 阿弥陀佛呼唤我们 召唤我们 归毁极乐世界 这是归毁的命令 就我们来讲 是归顺命令 归顺阿弥陀佛的命令 阿弥陀佛呼唤我们 要往生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呼唤我们 要专称弥陀佛有 我们信顺无疑 我们信顺无为 所以归顺弥陀的命令 所以南无这两个字 有弥陀呼唤的归之量 由我们信顺的归顺无病 归等的病令 这是旧归令 做简单解释 在另一种意思是 发愿回向之意 这发愿回向 也涵盖着阿弥陀佛 也涵盖着念佛人 那么这两个字 是包含着阿弥陀佛 也包含着念佛人 就阿弥陀佛来讲 阿弥陀佛发愿 阿弥陀佛回向 阿弥陀佛发什么愿呢 发了四十八个大愿 阿弥陀佛回向什么呢 回向赵宅永结基子菩萨的无量德行 把他本身 所发的四十八愿 所修的无量德行 通通的回向 给我们死亡众生 成为我们恋佛人之所有 只要有阿弥陀佛的愿 阿弥陀佛的行 就能够往生极乐世界 脱离六道轮回 而且快速成就佛果 因为阿弥陀佛的愿 阿弥陀佛的行 是圆满佛果的 有的阿弥陀佛愿行之音 就会成为无量光 无量寿的这样的佛 这样的功道 阿弥陀佛白白的 毫无保留的 来回向 述给死亡众生 死亡众生 只要了解 只要领受 死亡众生 不论是谁 就拥有到 能够像阿弥陀佛 这样的佛的这个因 有了这个因 就能够跟阿弥陀佛一样 无量光 无量寿的佛果 所以这是就 阿弥陀佛这一本 来解释 是阿弥陀佛为我们发愿 而且回向 祂的愿行给我们 那么就我们 念佛人来讲 我们发愿要往生极乐世界 把念佛的功德 也回向极乐世界 不因为念佛 有很大的功德 而希望下辈子 以这个功德 来生而为人 或上升天堂 享受天乐 都不是 所以就我们来讲 南无就是发愿 回向极乐世界 所以南无两个字 涵盖着阿弥陀佛 也涵盖着我们念佛人 当然 十万众生 如果 他没有南无 当然就不是念佛人 既然不是念佛人 就不可能会 南无与阿弥陀佛 也就是规定 与阿弥陀佛 所以既没有规定 也没有发愿回向 接下来四个字 阿弥陀佛 也涵盖着阿弥陀佛本身 也涵盖着念佛人本身 也就是说 阿弥陀佛这四个字 是有无量无边 不可思议的功德 他 这四个字 是阿弥陀佛的本身 也可以说 是阿弥陀佛的本体 为什么 本来 佛的境界 是理事 无碍的 理 就是真理的境界 事 就是 身我万象 凡夫的境界 在佛的境界来讲 事的范围 是法界 跟理的内涵 理法界 他是融通无碍的 因此 这六字零号 或四字阿弥陀佛 对我们来讲 是一个声音语言 好像是假条 因为世间一切 都是虚假的 那么 一切的语言 声音 也是为了 人与人 沟通 方便上 所施舍的 好像是一种 假言虚哨 可是 它不是假言 它不是有违法 它是真理的显现 所以 阿弥陀佛这四个字 就是阿弥陀佛的 本身 因此 有阿弥陀佛的 所有功德 而阿弥陀佛的功德 是不可思议的功德 因此 这一句 名号 释迦玛异佛 就赞叹说 是无量无边 不可思议 功德名号 所以这阿弥陀佛的四个字 是阿弥陀佛本身 有不可思议的 无量无边的功德 同时也是我们 阿弥陀佛的 阿弥陀佛所有的 一旦 我们 归并于 阿弥陀佛的 阿弥陀佛的 自然就拥有了 阿弥陀佛的 无量无边 不可思议的功德 我们 我们 这个碗 这个杯子 端上来 对方 就把 甘露的 伐水 倒进去 所以 这个杯子 它 不是空杯子 它 是跟 这个甘露伐水 一体的 我们不那么便罢 一旦那么与阿弥陀佛 我们就有了阿弥陀佛 因此阿弥陀佛这四个字 就佛就阿弥陀佛来讲 是阿弥陀佛的本体 就我们的来讲 也是我们的所有 成为我们的生命 成为我们的骨髓 所以我们练佛都是练六个字 因为南无跟阿弥陀佛 它是分不开的 所以我们就练南无阿弥陀佛 那这样说来 练佛是只能练六个字 南无阿弥陀佛 如果练四个字 是错的吗 也不是 不论南无两个字也好 阿弥陀佛四个字也好 或者是南无阿弥陀佛六个字也好 都离不开阿弥陀佛本身 都是阿弥陀佛本身 只是就我们来讲 了解这个道理 所以我们能够的话呢 就完整的来电 来电南无阿弥陀佛 就一方面来讲 所谓法无电法 因机而色 看根机 如果对方 譬如说年纪老慢 气力不够 那么也不用练那么长 练四个字就可以 甚至躺在病床上 奄奄一息 他连四个字都练不来 那么他练那么两个字 或练佛一个字 或者是嘴巴硬了 舌头打几了 他心中 心中存着迷陀的救度 也一样 等同都在练 南无阿弥陀佛 那假使我们现在 年轻力状 能够练南无阿弥陀佛 完整的这六个字 练起来的话呢 又是铿腔有力 不过当我们睡觉的时候 我们呢 要怎么练 当然不可能是张开嘴巴 铿腔有力 也不能够金刚练 那个时候就是心中默练 默练四个字 因为要睡觉了 所以也不用练那么长 然后默练当中 让他自然的睡着 那么当我们醒来的时候 因为精神饱饱 就可以完整的六个字 一招一招一起亮 所以我们练佛要了解 有这一些差别 阿弥陀佛 他既然是加弥陀佛 称赞是无量 无边 不可思议 可见 阿弥陀佛 总的来讲 就是无量的意思 也就是阿弥陀佛所有的功德 一切的一切都是无量无边 可以说大而无外 大到没有任何的功德 是超过阿弥陀佛本身的功德 因为大而无外 微妙不可思议 所以对阿弥陀佛的无量来讲 就不是我们凡夫 乃至等觉的菩萨 所能够心中思维 能够言语赞叹 或者是文字来形容的 概念来讲 阿弥陀佛 他的慈悲 他的智慧 他的光明 他的向好 他的愿力 他的神通 他的道恨 他的辩才 他的说法 他的广度众生 等等一切的功德 都是无量 因此释迦牟尼佛 就用两个无量 来涵盖 阿弥陀佛的所有无量 哪两个无量呢 就是阿弥陀经里面 所说的 无量光与无量寿 在阿弥陀经里面 释迦牟尼佛 不问自说的 告诉舍利佛尊者说 彼佛 光明无量 造实方果 无所障碍 事故好为 阿弥陀 释迦牟尼佛 在这里 为阿弥陀佛 下了一个定义 就是说 这一尊佛的光明 是无量无边 变满十方法界 同时不受任何障碍 因此这一尊佛 叫做无量光佛 进一步 释迦牟尼佛又说 彼佛受命 极其真命 无量无边 阿生其解 故平阿弥陀 有下一个定义 就是说 这尊佛的受命 是永恒性的超越时间 同时 凡是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众生 他的受命 也跟这一尊佛一样 没有不同 是无量的 超越轮回的 超越时间的 永恒 存在的 不生不灭的 因为有这一些含义 所以这一尊佛 也叫做无量寿佛 要解说 那么把地球上的水 都沾干了 也没办法 输血 赞叹 赞叹 形容 阿弥陀佛本身 所以释迦摩尼佛就用光跟受 来解释阿弥陀佛 光是无量的光明 受又是无量的受命 以无量的光明跟无量的受命 来寒干 来解释阿弥陀佛所有的无量 那么光明 是就空间来讲的 所谓横变十方 寿命是就时间来讲的 所谓数穷三计 以这横变十方的光明 跟数穷三计的寿命 来显示阿弥陀佛本身 就是法界 因为法界 它是变了十方世界的 真理法界 也是横贯三世 过去现在未来的 究竟来讲 它没有时间 没有空间 因为既然空间都超越了 那还有空间的范围 所有空间都在它本体里面 时间都超越了 哪还有过去 哪还有过去 现在 未来 时间对它来讲 不是时间 空间对它来讲 也不是空间 它本身就是空间 本身就是时间 它本身就是一个真理 所以以这个真理 作为它的本体 以这个真理 作为它的极肉世界 也以这个真理 作为它的平好 所以就阿弥陀佛来讲 它的本体 以及极肉世界 以及这句平好 都是一体的 都是一起的 都是一样的 没有两样 没有差别的 所以这句 南无阿弥陀佛就是真如的境界 真如就是佛本身 所以这句平好涵盖着十方诸佛的功德功能在里面 因此释迦牟尼佛没能形容 就只能用无量光 无量寿 来解释阿弥陀佛的 所有的 一切一切的无量 以无量光 无量寿 就包含 全部了 除了 以这无量光寿 解释迷陀本身之外 它又有一种含义 就是说 光明无量 横辨十方 它的功能 在于旧度 十方 也就是任何地方的所有众生 包括三恶道 不受三恶道 的这个痛苦跟罪业的障碍 以无量寿 寿便无量 寿求三恶道 显示的 阿弥陀佛的旧度 是任何时代 的所有众生 都能够旧度 不论 不论过去 现在 未来 不论它 生长在 任何的 时代 阿弥陀佛 它是无量寿 因此都永远存在着 要救助它 永远的存在着 在等待它 因此 任何众生 不论圣人 凡乎 善人 恶人 不论是平生 是临终 乃至 是中阴生 甚至 堕落 善恶道 阿弥陀佛 都能够救它 随时 随时 要救它 因为是无量寿 随地 要救它 因为是无量光 给予 任何 时代的众生 任何地方 的众生 都有希望 没有绝望 所以无量 光寿也涵盖着 这样的道理 阿弥陀佛的存在 就是要救度 十方众生 所以 在《观无量寿经》就说 《观民变造十方世界》 《观民变造十方世界》 《念佛众生》 《观民变造十方世界》 的《观云说》 舍离着他 忘记着他 厌弃着他 所以说摄取不少 一旦这个人临终 阿弥陀佛就显现接引着他到极乐世界 这个叫做摄取不少 也就是阿弥陀佛的存在 在余要救度恋佛人 那就怪了 阿弥陀佛是要救度死亡众生 怎么说只有恋佛人摄取不舍呢 是的 这个就是宇宙本来就是一种因缘和合的 所谓感应道交 没有这个因缘就不能彼此感通 所谓千江有水千江月 天上的月亮是片造的地面上所有的水 大海水 长江皇后的水 大海水 长江皇后的水 假设盖子拿起来 水呈现出来 水呈现出来 彼此 彼此还是有分开的 可是阿弥陀佛的本体 彼此跟阿弥陀佛的这个光 光影它是一体的 光明所造之处就是有佛 就是阿弥陀佛的本身 所以说 恋佛众生设取不舍 那么没有恋佛的众生 跟阿弥陀佛没有感应道交 那现身就不能蒙受弥陀的 摄取不舍 就必须等待下辈子或未来事 所以由阿弥陀经 光明辩造的经文 以及光如亮寿经 光明摄取的经文 就可以晓得 阿弥陀佛的存在 就是要救度恋佛人 就是要与恋佛人同在 这是阿弥陀佛的悲心 所以光如亮寿经就说 佛心者大慈悲事 以无缘耻射出众生 意思就是说 阿弥陀佛的心 是什么样的心呢 是大慈悲 也就是大慈大悲 大慈是无缘大慈 大悲是同体大悲 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功能作用 是在于法苦与乐 也就是救度我们众生 离开六道轮回之苦 使我们往生极乐世界 成就涅槃之乐 也就是成佛 所以接下来就说 以无缘耻射出众生 无缘耻就是没有条件的慈悲 不讲条件的爱心 射出众生就是救度众生 所以以无缘耻射出众生 这八个字 用现代话来解释就是 以无条件的爱心救度众生 因为真正的慈悲 真正的大爱 他是不讲对象的 不讲条件的 进一步是不分亲疏的 冤亲平等的 甚至是自他一体的 人我一人的 尤其是到了佛的境界的话 把众生看成是他本身的 所以说同体大悲 一般讲 世人如己 爱人如己 就是把对方看成自己 爱护对方如同爱护自己 那对佛来讲 他是爱护圣起 爱护对方胜过他自己 对我们凡夫来讲 我们凡夫都是讲条件的 我们的亲人 所以我们爱他 如果不是亲人 我们未必会爱他 对佛来讲 亲人佛爱他 非亲非故 佛也爱他 一般人来讲 对我好 我爱他 对我不好 就不爱他 甚至恨他 就佛来讲 就佛来讲 对他好 佛也爱他 对他不好 不过 网佛 佛来讲 佛 网佛 半佛 甚至杀佛 佛同样 爱他 这个人是人人 义人 善人 佛爱他 那个人是一个罪人 坏人 恶人 佛同样爱他 这个人可爱 漂亮 一般人爱他 那个人不漂亮 不可爱 佛也同样爱他 为什么 因为佛就是大悲心 所以说佛心者大慈悲是 因为他这个爱心是大道 没有一个范围 因为他本身就是慈悲 也就是佛的本身就是大爱 清静的爱 无稳的爱 平等的爱 因此对所有众生是无所不爱的 因为他的本质就是爱 他本身就是爱 所以要他不爱 他不可能 你打他 骂他 杀他 他还是不改变爱的本质 所以佛的爱心 他是从内心而生的 他的内外上下都是爱 不受外怨的影响而有所改变 那么我们凡夫就不是 因为我们凡夫有分别 有执着 因此有好恶 那么我们学佛 所谓学佛的大悲心 因为佛就是大悲心 我们学佛就是要学他的大悲心 而佛的大悲心就是以无原始色之众生 以无原始色之众生 这是经典上的语言 比较古文 是古文 如果翻译成白话的话 就是刚刚所讲的 以无条件救度众生 我们有一本书 书名叫做《无条件的救度》 《无条件的救度》 有的人 看到这个书名 就会打个问号 哪有无条件的救度呢 佛教不是要讲 勤修戒定会断除贪嗔痴吗 靠自己的精进 来表托生死轮回吗 哪有什么无条件的救度呢 就会这样的怀疑 其实 这正是佛教的精水特色之所在 佛教如果把慈悲两个字拿掉的话 哪有佛教之可言呢 而所谓的慈悲 讲到慈的本身 涵盖着悲 讲到悲的时候 也涵盖着慈 而他本身 又是所谓的 无缘大慈 无缘本身就是不讲条件 阿弥陀佛的大慈悲 同时又是同体的大悲 是彼此一体的 既然彼此一体 显示着 阿弥陀佛把我们死亡众生 看成他的身体之一 等头我们死亡众生就是阿弥陀佛的手 阿弥陀佛的脚 阿弥陀佛的器官 因此阿弥陀佛救度我们死亡众生 那需要讲条件 所以阿弥陀佛救度我们 是无条件的救度 为什么 这个就是佛心 佛心者大慈悲事 而大慈悲就是大慈大悲 大慈就是无缘大慈 大悲就是同体大悲 因此能够显示佛教慈悲的法门 就是净土中 就是在阿弥陀佛本身 也可以说就是在我们念佛人的身上 因为佛有从念佛人的身上 才能看出阿弥陀佛的救度 各位人有对不对 对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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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不好知道 怎么讲呢 论我们本身 我们会休闲吗 不会 我们能断烦恼吗 不能 我们如果没有离开六道轮回 能够生生世世世世世生生 都能够生而为人 都能够遇到佛法来学佛吗 能不能 不能 可是这样的众生 就如同善导大师所讲的 是一个罪恶的生死防护 居然也能够了脱生死 也能够快速成佛 能够达到佛教的目的 岂不是 念佛人本身 时刻都在散发着 阿弥陀佛 大慈悲的光辉 对不对 也就是说 阿弥陀佛的救度显现在电波人的身上 这个人最后生死凡夫 其他的佛都救度不了 他本身 也没办法使自己 离开轮回 居然也能够蒙收弥陀的救度 岂不是 佛教的慈悲 彌陀佛的本身 显现在这个电波人的身上 打个比喻 这个医生的高病 不高病 要看他所治疗的患者 如果他只能治疗感冒的 胃疼的 其他的病他不能治疗 你说这个医生高病吗 就不高病 假设这个病人 是所有大小医院 大小的医生都看过了 查不出病因 也没办法 下对症的药方 这个人的病 非常严重 查不出病因 所有的医生 都治不了 可是有一个医生 他能够当下 下药对治 当下要到病除 那你说 岂不是在这个病人的身上 显现出这个医生的高病 对不对 所以唯有在电波人的身上 才能显现出 伟大的阿弥陀佛 是不是 佛 没办法 思维 何况 紧缩你 就佛来讲 简单解释到这里 就恋来讲 我们恋佛 是恋佛的什么呢 因为佛 有他的慈悲智慧 有他的无量无边 不可思议的功德 简要来讲 佛有所谓的三生 法生 报生 应生 佛有他的本体 又有他的平好 有他的向好 又有他的光明 有他的悲心 有他的愿力 我们怎么来练呢 我们只要练他的平好 就够了 绰绰有余了 因为这句零号 刚刚所讲的 不是白子黑字 不只是一个声音 他有无量无边 不可思议的功德在里面 所以我们就只专称弥陀佛 为什么这么讲呢 因为自古以来 有所谓的四种炼佛 也就是石像炼佛 观想炼佛 观想炼佛 还有持灵炼佛 石像炼佛 那是圣子的境界 他断除了烦恼 所以他心心炼炼 他心心炼炼 都没有烦恼 没有妄想炼炼 他心心炼炼 都跟石像 跟真理 是一体的 这种境界 自古以来 修行人 很少能够做得来的 所谓修行者 多如牛毛 可是 证悟真人的人 体证真人的人 少如牛角 这是一个事实 一个现实 也是一个无奈 幸好 阿弥陀佛 所谓垂领现行 把他的真理 无量的功德 融入这六四零号 来让我们 不能够识相炼佛 可是能够称明炼佛 所以我们是称明炼佛 那在炼佛当中 我们是不是要观想 观想佛的光明 观想佛的莲花 观想佛的慈悲运力功德 通通不需要 不用做观想的炼佛 也不用做观像的炼佛 只要单纯的 炼这句零号 所以我们炼佛 就是单纯的炼这句零号 把这句零号 炼得清清楚楚 就可以了 其他不用去想 其他去想的话呢 反而是找了 人有一心 无二心 所以要专一于 这句零号 我们炼佛 要把生命 融入进去 也就是 炼佛 就是我的生命 我生命的存在 我生命的存在 终极的目的 就是为了炼佛 因此 炼佛就是我们的生佛 生佛就是我们的炼佛 我们要把炼佛 生活化 生活炼佛化 养成 行 住 做我 都是一句零号 炼炼不少 因为 这句零号 它单纯 它 简单 它 容易 它 毫无 忌讳 任何人 任何时 任何地 任何缘 任何情况之下 都能够 念这句 那麽阿弥陀佛 毫无忌讳 毫无 照爱 如果是 诵经 那就 没有 这么 单纯 方便了 像 金刚经 金刚经 有所谓的七不受 在七种情况之下 不能 诵金刚经 其他的经典 乃至 其他的咒语 也 也会 有一些限制 只有 这一句 那麽阿弥陀佛 任何人 任何心情之下 任何工作当中 任何实地 都可以称量 毫无忌讳 只有功德 不会带来罪业 不吉祥 不吉祥的地方 炼佛 为当地带来吉祥 不清静的地方 炼佛 为当地带来清静 有罪恶的人 炼佛 可以消除 他的罪业 从内心 归并弥陀 救度 专程弥陀佛 病的人 他 跨前以来 生生世世 世世生生的罪业 就给弥陀一刀炸断了 因为 他 必定往生极乐世界 为什么 因为阿弥陀的光明设计不少 所以 这样的炼佛人 他已经不是六道的 轮魂的法夫了 他 已经是极乐世界的圣众 之一了 为什么 因为 我们是一个炼佛人 所以我们炼佛 就单纯的 炼这六个字 专称弥陀佛弥 只管炼佛 也不参常 也不观想 也不夹杂 其他的功能在里面 虽然 虽然 我们也强调 炼佛的时候呢 要尽量的射心炼佛 为了射心炼佛 所以 射心炼佛 所做的技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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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法 他要救你 他要救你 就是要救你 没有比阿弥陀佛更了解我们的根基 因此 我们 念佛 阿弥陀佛 听到 想佛 阿弥陀佛知道 拜佛 阿弥陀佛看到 我们的业障如何 阿弥陀佛 也一清二楚 但 阿弥陀佛 祂能够救我们 始终要救我们 救度我们 不受我们认为的障碍 我们 在身后的业障 障碍不了于它的救度 我们 我们 再多的 冤灾 也障碍不了 迷陀的 救度 因为 迷陀无外观 的这个社群不少 所以我们念佛 就只单纯的 专称 迷陀佛名 那么利益 利益 当然 也是无量无边 不可思议 念佛的利益 概观来讲 有所谓的 限当恶意 限 就现在 还活在世界上 当 就将来 将来临终的时候 有这两种利益 现在有什么利益呢 所谓 宵夜照 征服慧 保平安 转贫穷为富贵 转病苦为抗健 转短命为长寿 能够化解冤情 超度亡流 聘育子孙 逢胸化解 依然成小等等 所谓 这种利益 利益 很多 我在 第十八项讲话当中 有归纳出 念佛 十五种的利益 当然 要归纳的话 重点性来讲 那十五种 也是不能涵盖的 第一种 就是弥陀注点 弥陀注点的利益 意思就是说 我们练佛诊的头顶上 都有一尊 像好庄严的阿弥陀佛 各位联友 你们的头上 有没有阿弥陀佛啊 有 有看到吗 有 我们肉眼是看不到的 必须在某种因缘情况之下 才能够看得到 我来讲个故事 在十二年前 我们向山教团的上司 就是说李元松老师 他往生的时候 他的随生们 举办四十九天的练佛祭练 天天练佛 从早上八点半练到晚上十点 他的随生有时间都会过来练佛 其中有一位民众 他的佛号叫做靖秋 他来练佛的时候 往往会带着他的小女儿 那个时候他的小女儿 只有七岁 还读幼稚园还不到七岁 他叫做李靖伟 那这个小女孩 在佛堂跟随着大家练佛 当他心一静下来 就看到 每一个人练佛神的头上 都有一尊阿弥陀佛 也看到佛堂上 有莲花出现 有谁的莲花呢 就是练佛神的莲花 他有几个玩伴 就是几个小朋友 他看到佛强 会一朵一朵的出现莲花 莲花之中都会有名字 那么他几个玩伴的名字 他都看到了 他那些玩伴就是教团的小蜜蜂 也就是师兄姐的女儿 他们也都有来练佛 可见我们在这里练佛 然后几个世界就有他的莲花 就有他的名字 所以 练佛生灵 在沙陀练佛 极乐就生出莲花 练佛生灵 还有迷佛柱顶 这个小女儿都看到了 这个靖秋她妈妈 是南部屏东人 有一天回南部 带了这个小女儿回南部 这个小女儿看到靖秋的爸爸妈妈 就是外公外婆 练佛 阿弥陀佛也在她的外公的头顶上 在她的外婆的头顶上 那个时候 这个小女孩就很羞涩地 小声地跟她妈妈靖秋说 这个外公外婆的头顶上 都有一尊很大 很漂亮的阿弥陀佛 那么靖秋就跟她爸妈讲 她爸妈一听就很高兴 本来他们两位老人家 是没有在练佛的 乡下人 一般都是民间的信仰 是因为靖秋的鼓励 他们才勉强地练佛 怎么说勉强呢 因为不晓得这句佛话有什么意义 练佛有什么利益 所以练起佛来 难免是比较勉强性的 干巴巴的 没有发行为大的 经过这个小女孩 一验证靖秋一千甲 这两个老人家就非常的高兴 从此呢就相信不已 真的有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我们一念 他就来到我们的头顶上 保护我们 出入香水 让我们出入 实实保平安 那阿弥陀佛在我们的头顶上 将来就接入我们到极乐世界 这个弥陀佛注顶 在经典上就有讲了 经典说 练佛之人 阿弥陀佛常住其顶 日夜永富 不令冤家而得其变 现身常得安稳 临终任运往生 这是经典上所讲的 阿弥陀佛在我们的顶上目的 就是保护我们 所谓不令冤家而得其变 也就是让我们消灾灵难逢凶化吉 化吉冤解超度我们的冤亲在主 也因为有这样的功能作用 因此任何人不管他知道不知道 自然就能够消自己的业照 度自己的冤亲 亲就是指我们的父母 祖先 或者是儿孙 那冤年是指我们 旷节以来生生世世轮轮当中 杀他的身体 吃他的肉 害他欠他 侮辱他的这些罪业 这些呢都能因恋佛而自然到 不知不求到而消除掉 由于时间的关系 我们就讲到这里 等一下呢我们准备举行归一仪式 祝愿大家信佛念佛 得生极乐 南无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我们就知道 咱们全部欠个入国 !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